春天正是孩子长高的季节,一定要多做这道鲫鱼汤 很多人在家熬出来的鲫鱼汤,就是没有饭店的那么好喝 而且,汤汁也不浓白,那是你没有掌握对方法 今天我就把饭店不外传的秘诀分享给大家 零厨艺也能学会 做出来的鲫鱼汤,汤汁浓白,没有一点土腥味,营养又好喝 视频有点长,你可以点赞收藏 首先准备五块钱三条的鲫鱼,已经让老板处理好了 只需要把内脏和鱼腮给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取出一条鲫鱼,在鲫鱼的表面给它打上花刀 正反面都给它打一下,这样方便入味 处理好之后,用厨房纸巾把鱼身上的水分给它擦干 这样我们在煎鱼的时候,油就不会绷件的到处都是 正反面都给它擦干净即可 准备一口大铁锅,把锅烧至冒烟,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润一下锅,然后再将油倒出来 这也是煎鱼不粘锅的一个小技巧 再次往里面倒入凉油 打入两个荷包蛋,这一步也很重要 大家在做鱼的时候想要不粘锅,一定要先给它煎几个蛋,这样锅就润好了 煎鱼的时候就不会粘锅 把荷包蛋煎到两面金黄,控油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鱼直接倒入锅中 放进去先不要翻动它,让它有一个定型的过程煎两分钟之后 晃动一下锅子,让它受热均匀 煎到一面金黄之后,翻面煎另一面 把两面都煎至焦黄 用这个方法煎出来的鱼一点都不粘锅 然后加入葱姜 一勺米酒去新增香 下来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一定要倒入101度滚烫的开水 这样冲出来的汤更白,更浓,更香 再把煎好的荷包蛋也倒进来 盖上盖子,大火煮五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包儿童裙带菜 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泡发一大碗 它的含盖量特别高,营养很丰富 泡好之后先放一边备用 再准备一把白玉菇,切成小段之后给它清洗干净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碗新鲜的豌豆,洗净后备用 五分钟之后,我们的鲫鱼汤已经熬得差不多了 可以看一下汤汁非常的浓白,没有一点土腥味 鲫鱼还是完整的,这才是精髓 然后往里面放入白玉菇 裙带菜,还有豌豆粒 继续煮三分钟 调味加入一勺白盐 少许胡椒粉 其他任何材料都不需要加 味道就已经很鲜了 最后撒上一把枸杞和葱花点缀一下 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裙带菜鲫鱼汤就做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主页已经分享了一千多道家常美食教程了 一直都没有得到你的小红心 这个视频就麻烦你 动动发财的小手免费点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万分感谢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鲫鱼汤营养丰富 汤鲜味美 孩子们特别爱喝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